我們國民健康局其實是有提供 負癌篩檢兩項 那其實我覺得很幸運的地方是 這兩個癌症都是對於我們婦女的健康造成這麼多的威脅 但是非常的幸運的是 這兩個癌症都有具有施政跟篩檢工具 我所指的是說其他的癌症 嚴重的癌症還不見得一定有篩檢工具 但是這兩個癌症是有篩檢工具的 而且國家又提供免費的篩檢 那各位婦女朋友為什麼不要多多利用這樣的機會呢 來為自己的健康法官 我們乳癌這十幾年來大概可以講說增加了兩輩子多 那死亡率相對也稍微有增加 增加了才百分之二十 那這個意味著就是說 我們國家的政策有在做篩檢 所以把一些可能比較晚幾年會發生的病人 現在都比較早期發現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不排除就是說 因為現在有飲食吸化、晚婚、 或者我們一些致癌的飲食影響 造成乳癌有增加 那這些都是不容無視的一些飲食 那麼我們現在政府的政策很明確 就是四十到四十四歲了 假如你有乳癌的病死的家屬的話 那每名這些其他的婦女成員 就可以每兩年做一次的乳癌X光色影 那至於一般的民眾 只要他四十五到六十九 每兩年乳癌X光色影 那是美惠的 那這個政府就是提供很好的一些保健的措施 很多都沒有企業 然後還有小部件會 早就大家聽出來 下一號就是 最新地方的是